你买到部落分了吗? 最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场面 其中,退烧止痛药部落分的缺货情况最为严重 各大药店纷纷受空 由于市场极度紧缺 为防止乱屯药的情况蔓延 北京、南京、广东等地 甚至实行实名限量购买 每人一次只能购买几粒或一盒 换作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危言耸听 不过相信此时不少人同样深陷买药难的困境 目前不少地方的部落分以及各种感冒退烧药 价格都从原本的几十块炒到了上百元 有的网友求要心切 甚至花了3000元买一盒部落分 但可怕的是 类似这样昧着良心赚钱的人不在少数 虽说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但同样也是全球最大的退烧药的生产国 仅是部落分 国产企业拿到部落分的注册批文数量 便多达558个 其中便涵盖了部落分片 部落分软胶囊 部落分颗粒等多种剂型 其中仅国内一家新华制药的部落分原料药产能 2021年便达到8000吨 是国内需求总量的4.64倍 可供33亿人用 据海关数据显示 近三年 我国部落分的年平均出口量高达8300吨 这意味着 在此之前 我们并不缺部落分 既然如此 为何部落分仍异何难求呢 其实主要有一下三个原因 一是缺货 虽然生产部落分的国产企业 多达500多个 但据相关规定 药品的生产 还需要拿到相关批文才能生产 在这500多个企业中 拿到批文 但实际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 不在少数 因为部落分价格不贵 利润不高 很多厂商觉得 与其投入巨资生产 不如重新开辟新的产线 用以制造利润更高的药品 但随着全面开放 患者数量不断激增 加上很多人担心新冠感染后 出现无药可用的情况 因而盲目囤药 有的甚至一箱一箱的囤 短期内 部落分 以及其他感冒退烧药品需求量激增 仅有的生产量 已无法满足突发的市场需求 即使药厂没日没夜的加班生产 也无法填补目前的供需 二是缺原料 要起在原料充足的情况下 最多三天就能把部落分生产出来 然后迅速投入市场 目前 全球最大的部落分原料药生产企业 为新华制药 亨迪制药和巴斯夫 前三名有两家都在我国 相比于其他国家 我国相关的药企实力是毋庸置意的 但即使如此 我们的原材料仍被印度卡了脖子 想要制成部落分 离不开一丁基本这一物质 一丁基本的生产制造门槛虽然不高 我国虽也能自主生产 但由于印度有两家龙头企业 在一丁基本的研发和生产历史较长 已形成了供应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 占据着全球一丁基本 约95%的市场份额 有着绝对的垄断地位 因此国内才没有专门的 一丁基本相关生产线 也正因为如此 即使各药企想要尽快生产 以缓解目前部落分紧缺的局面 但要是原料供应不上 也会影响进度 另外面对市场需求的突然暴增 企业调整产线 扩充产能也需要一段时间 三是缺德 在这个用药难的时期 有的人在无常发放抗疫药品 但有的人却疯狂囤药 不少聪明人还却利用网购平台 抢光了县城 村镇的药物 并大肆贩卖焦虑 一些无良人士 还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谋取暴利 不少人用药心切的人 纷纷爆出自己花了上本 上千购买了不过分 但好在后来国家相关部门出手 才得以整治歪风 现如今 多地部落分抓紧捕获 后续也会逐渐投入市场 相信不久后 这样的一药难求局面便会结束 不过建议大家 也要理性囤养 那不知道大家是否买到药了呢